按钮给做出来,大家有清楚有一个资料剖析 这两个按钮,因为之前有做过 主要是利用表单控制项里面的这个按钮 把它自动在产生的,跟前面一样 所以请各位自行再增加两个按钮 那最后的话呢,另外呢 请各位一样切到那个聚集里面的编辑 那做什么呢?请你在上面 把上面的这个每一个程式 上面加上注解,注解的话应该还记得吧 前面加上单引号开头 比如说我们第一步是什么 游标放在,应该是B2 游标放在B2 然后呢,在Ctrl Shift向下 再来的话就资料剖析 总共三个动作 另外顺便讲一下,如果字太小 你可以从工具里面的选项 找到那个撰写风格 工具选项 把那个字稍微改成至少12吧 或14好了,大一点 OK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字行就放大了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在上面加上这个每个每行的注解 当你不加其实也一样可以实行 只是说加上去之后的话 其实呢,你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你这个程式的细节 以后的话,甚至你不用录制聚集 也可以自己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VBA 比如说游标放在哪一个储存格的话 你可以这样写 Range 后面加上那个储存格位置 比如游标放这边 有没有 点Slate 就是一个方法 这个Range就是一个物件 哪个物件呢? 这是一个储存格物件 然后点Slate OK,游标放在那里 那Ctrl Shift向右的话 有没有,就这样写 那最后的话 因为你假设会有一个Select的话 这个动词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Selection就是授词 选的那个范围 那那个范围做什么呢? 我要做资料剖析 所以资料剖析的英文 实际上就是叫Text to Colors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英文版的话 你会发现它上面 就是在那个资料这个功能上面 它显示不叫资料剖析 这四个字 它上面应该显示的是什么? 就是叫Text to Colors OK,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只是英文翻译的问题 OK 那底下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个什么? 几个参数 这是Testination 就是你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C2 C2就是这个储存格 没有错 然后的话呢 后面还有哪些参数? Data Type 哪一种型态 其实是Fix with 固定宽度 所以我们选那个 所以其实这边 然后有什么 Fill的是蓝 Info Info就是蓝位的资讯 那这个area实际上是正列 那你们其实可以再观察一下 这个0的话指的是第0个字 它第一个字它从0开始 它编号从0开始 如果是9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9的话指的是不要这个蓝位 不要就是9 要的话是哪? 要就是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要 第几个字? 应该是从第0的个字 它其实是这样规则 第0个字 然后再到第4个字开始 然后呢这个要 可是你想说第4个不对啊 这明明到这边的话 应该这个要的是应该是 0 1 2 应该是 这个是0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1吧 那这个不就应该是 应该是3才对啊 它怎么会是4呢? 好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它内部运作 还有它主要是用byte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一个字 像这个什么呢? 中文字跟全形字 都是两个byte 所以这很麻烦 有没有? 两个喔 所以你会发现 0 1 2 2 0 1 2 3 这个就是第4了 所以为什么是第4? 要的话就是1啦 以此类推 所以以后 如果假设你想要用这种方式 来写程式的话 字型再修改 也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 OK 资料剖析 所以待会请各位 字型再把那个注解加上去 底下也是一样 清除的话 就是游标先放在C4 然后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然后按Delete 它其实主要是这个功能 叫Curve Contents 就清除 OK 那所以喔 从录制句集里面 你还可以编学一些 基本的VBA的语法 OK 慢慢的已经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很多字 可以写了 不一定要录了 OK 自己可以写出来 那最后的话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执行的话 刚刚提过了 跳出来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跟各位讲一下 刚刚有特别提 这个叫Alert 那如果要不要显示的话 叫Displace Alert 那由谁可以管理 要不要显示 由Excel 所以要特别注意喔 如果我今天想要呼叫什么 呼叫Excel出来帮忙的话 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呼叫 叫Excel出来的话 它的物件名称 固定的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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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字不能拼错喔 OK 你打小写没关系啦 反正呢 如果你字没拼错 你只要按一个点 Application 点的话呢 如果你点下去喔 它会出现一个清单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字没拼错 那要不要显示 那个Alert 的话 那特别注意喔 你可以先打个D 要不要显示的话 第四 DI 你打一个DI 其实不用全部打完 你会发现喔 在第二个 就会有个属性 属性 你可以把它当成 就是一种 资料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设定 那这个设定的话 要不要的话呢 有没有 你就等于什么呢 你后面打一个等号 后面会出现一个开关 不要的话呢 你就什么 False 其实你打0也可以啦 0就是False 1的话就是True OK 那我用False 好 这样子的话呢 你会发现喔 清楚喔 刚刚按下它 它会跳 对不对 现在我把它关掉了 那现在会不会跳 不会跳 不会跳 有没有发现 所以喔 以后喔 假如说你要关掉一些功能的话 其实你可以 直接 特别注意喔 在那个VBA里面 或在去期 其实去期就VBA 里面呢 呼叫一个物件 那个物件名称 就是Application 记得要把 这个可能要稍微背一下 因为这个 也 蛮重要的 因为Application 实际上指的就是Excel Excel 里面相关的设定 然后呢 我就点下去 不用背喔 大概 有的时候我用拆的 像我本来 我也不太确定说 到底怎么关 我就用拆的 它有个Display 要不要显示 有没有 Display Alan就出现了 那你就怎样 点它 按等于 把它关掉 都要False 但是请特别注意喔 请你在第一行的地方 关掉之后 请你在最后一行的地方 记得要再把它打开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打开的话 那以后别的地方 要跳Alan的地方 它就再也不会跳了 所以喔 就会造成Excel的系统 可能会有些错乱的可能性 所以呢 通常我们是 在我们要关的地方 关闭 但是在程式End Sub的上一行 一定要再把它打开 如果你不打开的话 那将来会造成一些问题发生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 我刚讲 工具里面的选项 是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第二个的话 加上注解 第三个呢 请你在程式里面 设定DisplayAlan 要不要打开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